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这些无名之辈恰恰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当中最主要的最主流的那一部分人把一个变迁放到了这个图像当中来进行表达 李宇敏先生这次个展让我们能够走进一个以视觉形象为载体 但是可以做视觉阅读与历史阅读的一个新型的展览